除丧第一高手柳生一剑来到中原 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 杀死中原顶尖高手36名 为了突破剑道巅峰 柳生一剑出发来到武当山 必要挑战中原第一高手苍碧 不曾想尽见到有趣的荧幕 武当的代掌门苍松 进入武当之前竟是一名陆林大盗 野心勃勃的苍山和苍丘两人 在得知苍松的身份后 迫不及待要将其除之而后快 柳生一剑非常看好苍松 暗中出言指点起了他 苍松在柳生一剑的帮助下 很快摆脱了眼前的危机 苍山和苍丘见到柳生一剑 被吓得落荒而逃 而柳生一剑之所以帮助苍松 一是认为苍山两人侮辱了剑道精神 二是看到了苍松身上的闪光点 苍松隐瞒身份进入武当 无非就是为了成为天下第一人 与自己的目标一致 只是运用的方法不一样 两人同样想要成为天下第一 所以柳生一剑很是看好苍松 相约十年后与苍松一战 希望你成功 我会等你十年 薛哥 请问你到武当有什么事 表较武当苍兵 苍松的真实身份已经暴露 为了避免苍松死在武当 柳生一剑出手打晕了苍松 再看以苍山为首的武当众人 见柳生一剑来到解剑亭 竟要柳生一剑放下兵器 柳生一剑丝毫不为所动 自顾自地往前走去 武当众人被吓得连连后退 根本不敢对柳生一剑出手 一路退到了紫霄大殿 我要建苍碧 地掌门在后山闭关 不见任何人 我带我去 你们全都要死 不战 紫霄大殿是武当最后的颜面 以苍山为首的武当弟子退无可退 施展阵法围攻起了柳生一剑 柳生一剑对于这些杂鱼 甚至不屑于出剑 仅是凭借一只拳头 便将众人统统打倒在地 苍松及时赶回了武当 阻止柳生一剑大开杀戒 柳生一剑英雄 看在苍松的面子上 不再为难这群武当弟子 他要苍松告诉苍碧 三日后在清水潭一战 苍碧要是赶不赴约 他就会血洗武当满门 柳生一剑离开紫霄大殿后 苍山立马威风了起来 他指责苍松隐瞒身份进入武当 定然是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苍丘也站出身来帮枪做事 污蔑苍松勾结柳生一剑 是想借助柳生一剑对付武当 意图蛊惑众人杀了苍松 唯有耿直的苍木仗义直言 认为苍松救了大家不可能是叛徒 苍山两人正要动手之际 传来了苍帝出关的钟声 苍帝得知事情的来龙去脉后 并没有感到丝毫的意外 因为他早就知道了苍松的身份 苍松进入武当整整五年 对武当来说有功无过 为什么要处罚苍松 苍松他加入武当 一定有他的野心 对不对 你跟苍山对武当掌门一职 没有野心吗 你们先出去 我跟苍松单独说话 苍帝单独留下了苍松 表示如今的武当人才凋敝 只有苍松才有能力领导武当 苍帝要苍松牢牢记住 他要靠武当扬名天下 武当也要靠他发扬光大 或许三天之后 武当就要交到苍松的手中 三天后的夜晚 苍帝苦撕柳生一剑的剑法 却发现怎么也无法破解 苍松这时走了进来 他在外面陪着苍帝三个晚上 见苍帝没有把握对付柳生一剑 说出了他观察到的情况 战美师兄 我见过柳生一剑出剑 他的握剑手法 有一个特别之处 左手剑气弱 但出招快 反应也快 反之 右手剑气强 出招反而会慢 不知道说出来 对掌门有没有帮助 数个时辰后 太阳从东方升起 苍帝应约来到清水潭 与柳生一剑展开了巅峰对决 你就是柳生一剑